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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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跟隨超級政黨議席選舉的情況 目前有557個票箱已經完成點票 有三個票站還未公佈結果 數據顯示李鐵岳暫時領先三千票 現在先將情況交給現場同事報道 李鐵岳, 公議黨 李鐵岳, 公議黨 李鐵岳領先三千票 而且剩下三個選區 就算這三個選區他們的票數相約 李鐵岳這次也一定當選 現在公佈2017超級政黨議席選舉 最後三個選區點票結果 上庭選區, 公議黨候選人 李鐵岳所得的票數為一千九百八十二票 藝民黨候選人, 柳澤成所得的票數為二千六百七十三票 藝民黨, 柳澤成… 看不到上庭區柳澤成 竟然多七百多票 放心吧, 李懿還是領先二千票 他一定會贏的 藝民黨候選區, 公議黨候選人 李鐵岳所得的票數為八百九十一票 藝民黨候選人, 柳澤成所得的票數為二千零八十八票 藝民黨候選區 剩下最後的樂活選區 這一區是稅區, 只有二千五百票左右 而且樂活區一向都支持李鐵岳 柳澤成很難在這一區反敗為勝 最後的樂活選區 公議黨候選人, 李鐵岳所得的票數為八十四票 藝民黨候選人, 柳澤成所得的票數為二千四百六十一票 最終結果, 李鐵岳總票數為九十四萬九千六百零二票 柳澤成總票數為九十五萬零, 九割八十四票 我現在正式宣布, 藝民黨候選人, 柳澤成 在這次選舉中正式幫選 藝民黨候選人, 柳澤成… 藝民黨候選人 樂活區哪有可能只有八十幾票選票 一定是造假的 這樣做得出來簡直無恥 不可以讓李鐵岳輸 社會需要這位白武士 放心, 媽媽, 人在做天在看 我一定會找到柳澤成舞弊的證據 找我什麼事? 所有事都陳安樂定 我根本就比柳澤成 如果他不是舞弊 根本就不可能贏 我又怎會不知道 但有證據嗎? 有, 在選舉中心 兩張最尾三個區的票箱 發現了疑點 你知道這樣做的嗎? 只要我跟你沒有份參與就行了 過程怎麼發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找到柳澤成舞弊的證據 我檢查過的票箱和選票 發現有三個疑點 你看看 兩張選票看起來沒什麼分別 但你細心留意一下剔印 用人手吸出來的印 因為力度不同 所以顏色一定不會這麼均勻 但是柳澤成的剔印 每個人都這麼鮮明 快點結果顯示 柳澤成選票印刷的油墨 和剔印的油墨 成分相同 而且剔印的位置和接痕 是完全一樣 廢不知話, 除了機器 人手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柳澤成為了贏 什麼都做得出 很明顯, 他想盡快製造假票 所以就整張印了出來 但是如果那些票箱沒有離開票站 而那些票箱遙言很無缺 那又如何更換選票? 偷龍轉鳳 怎麼樣?看到什麼? 那些好像是菜渣之類 但為什麼這麼髒? 正常投票結束之後 那些票箱應該由工作人員 送去點票中心 為什麼會弄得這麼骯髒? 如果我沒猜錯 這幾個假票箱 就是藏在這幾個竹樓裡 而這幾個人 就是在等機會偷龍轉鳳 假票箱黏著那些 正正就是在竹樓裡 藏回來的處員 雖然這些證據真的很有力 但是柳澤成這麼狡猾 我怕我高不進去 不要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明天你拿著這些證據去ICAC 而藏就去警署地外 我就利用傳媒的關係 把柳澤成舞弊的事爆出來 三館齊下一定有很大的迴響 希望你用輿論的壓力 把柳澤成拉下馬 我不管誰預約了 總之我要最大的一個堂 你幫我搞定它, 就這樣吧 怎麼樣? 萬一放心 Ricky的喪禮我會有這麼大 讓它風風光光地走 絕對不會失禮 Ricky的喪禮, 我想低調處理 姐姐不是吧 Ricky為了我們的寧家 沒有了一條命 我們現在幫他做點事 不是很過分 對了, 姐姐 雖然說人不在 那就當給Ricky一點點心意 就是了, 寒寒酸酸 你叫Ricky怎麼走得安樂? 婆婆, 不要這麼勞氣 媽媽這麼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婆婆, 先喝杯水, 媽, 喝一口 Ricky是在槍戰裡喪生的 如果太高調 一定會引起警方的注意 我想一切重担 只是警察, 要怕他嗎? 什麼一切重担? 這樣對Ricky公平嗎? Ricky為了救你 為了寧家沒有了一條命 我知道你到現在還沒找出兇手 是因為你根本沒找到 姐姐做了自然有分寸 對了, 有什麼事喪禮再說 閉嘴, 我又不是跟你們兩個說 說… 姐姐, Ricky不是你親生的 你不上心, 我沒什麼好說 你不賺吧?我賺 我會催行曬雞 一定把兇手刮出來, 把他五百分屍 舅父, 媽媽不是這個意思 她只是不想把這件事節來生思 姐姐 桑禮又不讓我搞大 兇手又不讓我找 這些不是叫節外伸資 這叫不叫你 總之告訴你我是他爸爸 兇手我又要找, 桑禮又要搞大 零事我作主 我說不行就不行 好了, 不要吵了 Ricky走了已經是慘了 為什麼還要搞到家吵屋斃呢? 是不是想把我氣死才安心? 我沒有眼睛看你們 媽媽, 你們要出去嗎? 我和太太來探望婆婆 婆婆不見了 有人在灣仔見過她 所以我們現在打算和媽媽出去兜 那我們分頭找吧 我們在哪裡? 媽媽, 我千萬不要有事 放心吧, 很快找到婆婆了 婆婆 打你這個小兇手 打到你屍座被人分屍首 打你的死人頭 打到你的祖宗難分頭 打你的死人臉 打到你屍座被人分屍打 婆婆, 你手沒事吧? 不要打了 我念不中, 我要打死他 打死他 我就打了他落十八七尺 又打到他被我殺了 婆婆, 別打了, 婆婆 你的手紅色, 你還打? 紅色也要打 我拼了一條老命, 我也要打 我要打死他… 對不起, 婆婆 對不起, 婆婆 我知道你很傷心, 很難受 但是她想打死她 那些人一樣很痛苦, 很難受 她永遠無法原諒自己 我想你打死他, 我打死他 婆婆, 不好 我打死他 你一手損光了, 別再打了, 婆婆 來 我送了婆婆上房 我送了 經歷這麼多事 我知道你會很痛苦 我也不想家人再受傷害 我答應你的事, 一定會做到 但是剛才我看到婆婆這麼傷心 我真的很內疚 我又不可以說真相給她聽 等她原諒我 真的很難受 撐住 無論多困難 我都會跟你一起去面對 這場仗還沒打完 最後的敵人還沒現身 將來的路還會很艱難 希望你不要放棄 放心, 媽媽, 我會撐住 Kate, 爸爸怎麼樣? 他剛剛醒來了 剛才醫生來看過他, 說他很幸運 那一槍沒有傷到重要的器官 只是打穿了肺炎 他復原情況也很好 但是要留遠觀察多幾天 如果沒什麼, 就可以出院 我出去看看他 爸爸 Kate又看你了 爸爸,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為什麼要救我? 爸爸, 你不要這樣 我輸了 愛又成功一切 爸爸, 你很自私 我呢? 我怎麼辦? 如果你死了, 那我怎麼辦? 大哥和二哥已經不到了 現在連你都走了 我就只剩下自己一個孤零零 我沒有了我家 我沒有了七人 你有沒有想過我感受我爸爸 爸爸, 你不要這樣 既然那天都不讓你有事 你也不應該放棄 謝謝 韋爺, 公司出了事 什麼事? 公司有很多生意 突然間有阻滯 金融那邊走了很多大客人 有些項目被銀行維持, 有些錢不批 連物流那邊的單都被人截走了 你…新娘 爸爸, 令氏絕對沒做過任何損害創新天的事 你這個混蛋 聽到那邊, 拿到那邊 這麼大塊肥豬肉, 會不會 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都沒用 但我相信事實勝於雄辯 今天所有的報紙、雜誌 全部都沒有報道納澤成選舉舞弊的消息 連電視和網媒都是一樣 平時這麼大的新聞都一定是頭條 很明顯就是有人敢住, 不讓他出街 進來 ICAC剛剛回覆我 說案件他們不會受理 還和我交上他的證據 也有可能是偽造出來誣捏納澤成 ICAC平時不會這麼處理的 就算證據有疑點也好 也一定會先開了花路線 連警察也倒下了你 他們的回覆更好笑 說我程上去的證據是非法搜證回來 雖然柳澤成是立法會議員 但他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權力 去干預警察和ICAC 甚至令傳媒提也不提 看來我擔心我的事終於出現了 柳澤成只不過是一隻棋 操控大局的, 是他背後的勢力 操控所有傳媒不得知 連執法機構都可以干預 這個人豈不是很厲害 未必是一個人, 可能是一個集團 就是說, 就算我們解決了柳澤成 也會有另一個柳澤成補償 要你 令小姐, Kent哥, 李議員 什麼事?阿布 我收到消息 柳澤成約了我們同行的成員見面 行動得這麼快? 一定是想趁這次的當選, 分裂我們 媽, 讓我去收下風 等等… 不好意思, 抱歉 不要緊 我好像不見了一隻鉗 是嗎? 我想應該掉到外面 我還是出去找找找 我想大家都想不到 這次我會贏得這個超級政黨議席 為什麼呢? 那你錯了, 柳議員 我們早就已經看好你 令熊都不自量力 打算跟你鬥嗎? 豈不是自己拿來搶? 是 這次我只可以反敗為勝 又更將令熊對有關方面的投訴 消失得無影無蹤 大家會知道我背後的力量有多大 至於將來誰一討天下 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數了 至於站在哪一邊 不如大家都不用多說 放心, 只要柳議員開一句聲 我們赴湯道府也在所不遲, 是嗎? 是… 那還不用說 來, 乾杯… 乾杯… 柳澤成正在下來了, 準備 這輛不是柳澤成坐的車嗎? 好像伙計看到老闆一樣 難道車裡面就是所說的背後力量? 開車跟著他吧 可能黃了, 終止行動, 別再跟著 但是大老闆很可能在車上 如果現在放棄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機會 如果被對方發現了 柳澤成以後會很有戒心 我們更難知道誰是老闆 真的不跟嗎? 好 算了, 最後不要跟了 停車 什麼事? 找老闆 不是 是否神經病? 怎麼搞的?綠燈也衝過來 你還要惡人先告狀 已經是你遇到我 我不管你, 要是你就賠錢 如果不是我報警 看你的樣子就說不出事 找你的老闆 賠錢 你是不是搞事了? 賠錢, 放棄 你再不走, 我手也領斷你 掃手 做警察也不賠錢? 不走 神經病 好 不是吧? 玉小姐, 不好意思 照片真的拍得很急 拍不到個人 不要緊 復收之後可能會有些壞事 Ringman? 媽媽, 你有沒有見過老闆成 用過你的筆? 我從來沒見過他用墨水筆 我想這支筆就是幕後大老闆 Ringman是他的英文名字? 但為什麼叫Ringman這麼有趣? 未必是一個名字 可能是一個代號 媽媽, 我們會盡快查一下 大家要小心 這個人隨時比我們想像中要厲害得多 爸爸 爺爺 爸爸, 你剛剛出院了, 不用來 身體要緊 這裡有我們跟Kate打電話就行了 昨天跟美國 為偉家做了這麼多事 我做爸爸 怎麼可以不來送他們最後一次? 爸爸, 起來 小心… 偉爺 沒聲音 你們來幹什麼? 我沒有 偉爺平時這麼看我們 現在兩位公子就走了 我們沒理由不來鞠躬公子 是呀… 老闆, 我來 你們有話就說, 有話就說 這裡不歡迎你們 偉爺, 你現在身體這麼差 你們兩位公子又不在了 要你打理創新天的生意 很辛苦 我們商量過了 最好的辦法 就是你讓出51%的公司股份出來 我們幫你打理 那些事件就在這裡 只要你大筆一揮 你就有很多錢收 每天你坐在這裡 什麼都不用做了 你馬上跟我走 你們全部跟我走 你們別以為趁我逼我 可以拿到我味 你們聽著 我把你打理創新天 一個崩你都得不到 還有, 你們拿到的東西 我要你們雙倍奉還 那麻煩了, 偉爺 麻煩了 偉先生 偉先生 兩位公子的遺體不見了 什麼? 誰說 你們這些混蛋 怎麼都這麼蠢 還有什麼人呢? 偉爺, 偉爺 不要跟我們一起走 你先坐下 偉爺, 不要對我們生氣 把這個交給我一個女好的 我把你們交給我一個女好的 看見他走 小姐, 我們是生意的 不是贏儀的 誰知道你們兩個 networks在哪兒? 考慮一下 不過要快 明天就大念了 不是太多時間而已 爸爸, 你放心 我們一定會找回哥哥他們的 爸爸可不可以? 我倆就是甚至無法保護他們 連他們死後 他們的事我也無法保護 你們都記齊心, 趁我外父有事 竟然打算掛分創新天? 說話不要說得那麼難聽 我們怕偉女處理不了, 幫忙一下他 儘快把Michael和George的屍體出來 不要打算這樣, 我們就會就範 大家都是同盟的人 有些事情我不想去得太盡 想幫外父出面說話嗎?你怒氣 鬼爺白頭人送黑頭人都已經很慘 當給我面子, 把Michael和George出來 我答應大家不再追究 你當你自己是令熊哲班人嗎? 高子杰也不及你了 你連代主席也不如, 真是 那就是沒辦法談判了 有 叫你外父簽一份文件 那什麼都可以談, 真是 理想話事而已, 也要看形勢 現在你外父只剩下半條人命 還搞得出什麼樣子? 至於你那個媽媽, 別說她不看你 就算她看你也怎麼樣? 現在柳澤成議員也不支持她 我怕她有眼, 我們走 走 黑仔, 工作吧 黑仔, 找到沒有? 那繼續找吧 無論如何都要找到, 知道嗎? 威爺… 怎麼樣?能否找到? 對不起, 威爺發現了我 威爺, 那你還要回去做什麼? 回去做什麼?還不… 去…去暈了 爸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做人做到白頭人送黑鋼匙 還要搞得連兩個兒子的屍體都不結婚 貴爺… 貴爺 貴老爺 你們還來幹什麼? 我們專程來看兩位公子回來的味道 貴爺還這麼擔心, 當然還沒能找到 走吧 我一定會找到, 到時你不說想見 一定要把你的樣子放在這裡 不要這麼勞氣, 傷身 反正還有一點時間, 客人才知道 大家先等一會 還有一點時間, 你看此 weed 全部ài統 模二是… 偉先生, 時間差不多了 我想還是沒等了 怎麼辦? isolating 大爺, 有決定了嗎? 何必想這麼多? 就算你整個創新天不要 你的錢也多得花不完 不過難怪你這兩個兒子 生前這麼孝順 為了幫你, 連命都沒了 現在搞得死無全屍 這就叫自作業了 你說夠了嗎? 你們說完就馬上跟我走 K 好, 合藥 爸爸… 爸爸, 爸爸 爸爸, 葬身天是你的心血 不可以給他們的 你們兩個哥哥是我女士 我不這麼做, 就對不起他們 不要 不要 我找到他們了 這裡不歡迎你們 走 走, 你真棒 老公 兒子, 對不起 爸爸害了你們, 是爸爸害了你們 爸爸, 爸爸, 我告訴你 爸爸, 爸爸 謝謝你 我是不會讓任何人傷害我家 我沒事 最重要是找到你們兩個哥哥回來 爸爸, 是爸爸對你們不存 如果爸爸不猛生, 不會爭奪你 你們就不會死 為什麼我這麼傻 本來是一個大好家庭 我開開心心 我們每天都可以跟孫子到處去玩 你們妹妹結婚 爸爸可以拖著女兒走進教堂 我貪什麼?我貪什麼? 我貪什麼, 為什麼不可以放下孫子 那你又不要好好相處 一起交我的同盟 我做了幾十年人, 這樣也不明白 我真是笨 兩點多鐘了, 不用回公司嗎? 還可以慢慢享受嗎? 差不多了 最近好像沒什麼搞作似的 政府推出了一份 鎮北大嶼山發展計劃, 肥豬肉來的 但是不見令氏有所動作 比起以前, 第一時間在做事 其實我真的替你很不值得 在地產部打拚了這麼多年 現在令熊一聲命令, 說要重回正軌 那就是走回頭路而已 哪有人敢做生意的? 劉二元, 有話你不妨直說 說吧 少許心意 不知道裡面的東西合不合你心碎 是 我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北大嶼山發展計劃 是香港未來十年最重要的發展項目之一 一定需要一位有實力的商家 才可以落實這麼龐大的工程 零先生, 有軟嫌敢創生 絕對是不已之選 謝謝 我吃了 公司跟我的意見有很大的出入 老實說, 如果沒有公司的話 我做不到 其實我不太明白 以你這麼有料 為什麼要經常會在別人的陰影之下? 我敢保證 如果你敢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你將來的成就一定比你大勝 我和發展局的常秘, 何先生好朋友 有空約他出來喝杯東西 有他幫忙, 你一定試盤功賠 但如果讓我姐姐知道我… 我已經對令小姐徹底失望 竟然因為那個李鐵岳跟我翻臉 說得好聽一點, 就是發財勒賓 其實就是不思盡取 令先生, 你能力這麼強 沒理由甘心一輩子在令氏做高層 你是聰明人, 你一定會選擇 令小姐, 楊近雙 在她康復之前, 還是由我主持例會 要不要送一杯咖啡給你們大一室? 不用 早點開完會, 早點撇… 阿杰, 繼續吧, 不用管他 下個月畢甲山入法地拍賣 我看過資料了 我覺得很有潛質, 公司應該回頭 但我想知道要多久的時間 才能出到那份標書 因為有很多的財團… 高山, 其實那份標書 只是門面的東西而已 我們向來找政府那群人 四四六六地拆掉它 接著就找同盟幾家公司, 大家圍標 又穩定又省時間 最重要是官員開心 我們以後會很做事 其實令小姐之前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我們不會再用不法手段做生意 雖然我知道各位同事一時三刻 有可能去吃飯, 但這是令氏集團的新方向 我希望大家有回答 舅父, 地產部是你管的 這個飯就是他最在行, 你有什麼意見? 你說北架山那塊地吧? 舅父餘這麼小, 最多就是建三棟樓 夠你吃, 還是夠我吃? 你這麼喜歡投標, 政府有很多東西投 為什麼不投一個捨棋來做? 這是姐姐的意思 你這麼不喜歡就直接跟姐姐說 就只剩下嘴巴 行…我立刻來 誰會阻礙我, 我現在立刻來 各位, 不好意思 這次北大嶼山的發展計劃 我志在必得了 你幫我好一點, 看緊這基金 如果項目一上馬, 我就馬上用錢了 放心吧, 這基金雖然剛成立 但穩得很滑 別這麼揚 你知道你姨姑媽那份人 如果讓她知道的話 很小器, 一定會搞破壞 爸爸, 我知道你想出一口氣 但之前大姑媽千叮萬燭 叫我們不要用這個手段去賺錢 萬一讓她知道你跟柳澤成交易… 你這個人不要這麼蛇鬼, 行不行? 船頭怕鬼, 船尾怕賊 怎麼做大事呢? 果斷點, 否則一輩子都被人看不起 如果你弟弟Vicky現在還在的話 那就多一個人幫忙 不用你蛇耳鵝鵝鵝鵝 爸爸,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馬上… 行了…開車吧 老婆, 開完會了? 在停車場等著你 還有五分鐘, 多等一會 我給你一遍 我剛剛聽到一個驚世秘密 原來你弟弟 在靜悄悄在搞一個北大魚山計劃 還叫Anthony成立基金集資 你有沒有聽錯? 他們以為停車場沒人說得這麼大聲 我一點也沒聽錯 那我不吃了, 就這樣 Danny, 替我留意一下 現在市面有哪一種新的基金成立 然後把新的資料給我, 就這樣 原來河秘的高復這麼厲害 早知道我不來獻醜 玲先生, 你真會開玩笑 我今天幸運而已 這個世界哪裡幸運, 對不對? 做得發展局常務秘書長這個位置 如果沒回到那一刻, 怎麼坐? 說得如何吸引你令氏地產部的負責人 有財有勢, 大半的樓市都給你玩了 那你小心我才行 好… 大家都不要這麼欠 總之坐在這裡的, 全都是精英 以後香港的繁榮靠上我們了 好 來 大家合作愉快 好 合作愉快 乾杯… 乾杯… 乾杯 來 想不到舅舅真的像在柳澤成那樣 無緣無故有人放電影叫你來這裡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明明就是想離開你們 讓你們令家不和 就算什麼意圖都好 柳澤成這個人太危險了 舅舅自從會出事 阿傑, 你放心 爸爸一定會幫你出發這口氣 不會被你白白犧牲 告訴你我在做事 我一定不會把令氏 誰在你孤馬身上 進來 舅舅, 我想跟你聊天 我沒什麼跟你聊 出去 為什麼你還要見柳澤成? 媽媽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她說不想令氏再走以前的路 她不想再跟官商勾結賺錢 為什麼你不聽? 你憑什麼來質問我? 我做每一件事都是為了令氏好的 你說什麼走回正途 不再用非法手段 全部都廢話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自從你來了之後 我一姐整個人都變成了 如果我不做回事 令氏就玩完了 舅舅 柳澤成是一個什麼人 大家很清楚 媽媽不想被他牽著離開 才跟他挖清界線 你再跟他合作 之後死路一條 不跟他合作就死路一條 你看看我現在的令氏像什麼 每方月下 我Ricky為了令氏 連命都沒有 為什麼? 是因為你們兩個不思進取 我不想令氏在我的手上 明白嗎?野仔 是 舅舅, 你聽我說 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閉嘴, 我告訴你 你別再在這裡一枝一枝, 再 出去, 走呀 舅舅, 你… 走呀… Ricky… 對不起 對不起… 爸爸沒有好好地保護你 對不起, Ricky 對不起 對不起, 舅舅 你別碰我 是你 要不然你弄得Ricky放送去台灣 他就不用死了 是你…是你, 看死他 是你這個混蛋, 看死他 是你, 看死他 你幹什麼事這麼吵 阿堅 你幹什麼?阿堅 沒事, 媽媽 剛才我保護舅舅撿東西的時候 只想撞傷就沒事 我跟你去醫院了 不用了, 我沒事了 我真的沒事了 是我的… 我… 你看… 你會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今天的生意, 有些人 他留在这里, 我想要求他 我要告诉Wicky聽 就算补给我们俩子都一定行 以后你就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各有各做, 睡覺 就算我們解決了李宅城, 柳宅城 白蓉要讓你聽 放心吧, 李宅李宅…李宅 他剛醒了, 剛才醫生來看過他 我說他… 對不起 我 謝謝 更靠也對立